大家好,我是Panda 今天又要介紹Stable Division的Pose-AX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做3D的旋转 可以360度旋转 你想要怎样的知识就怎样 这是非常的好玩 怎么安装呢? 我们先来到这个网址的Git网址 旁边有个Code 我们点下去 点下去我们把它复制 这边有个复制 点下去 点了可以之后呢 我们到你的界面的UI界面 你的UI界面的我们来到扩展 扩展呢 这边有以安装网址 安装网址我们给它贴上去 贴上去我们点安装 我们一个loading 等他一下 安装完之后 它会叫你一个restart restart我们来点以安装 我们重启界面 重启界面 重启界面完之后呢 我们再按扩展 扩展呢 你就看到你有一个3D Pose的插件 好了 你会看到你这边有一个Pose X的插件 我们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将主向放送到Cannade 一样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你就看到你的模型在这里 这模型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左键按住不放 你可以把它看一下 你可以倒着看它 你可以往上看着它 它可以360度的做旋转 360度的俯瞰都可以 再来你右键按住不放的话 它可以做上下的移动 上下移动 好比说这个姿势啊 这个镜头啊 这个镜头本来是这样 如果你要回上一栋上一栋姿势 我们就按 Timerone它就回来上一个动作了喔 如果今天想说我又做错 画错我怎么办 画错 比如说这样画错 没关系 再按这个 又回到上一栋喔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add 你看add把它添加 它就多一个模型 又多一个人了 那你今天不要它 你就点这个 有个框框 有个框框 把它按铃木 它就消失了 画布的大小就是你可以调整 512跟768啦 512跟768 古人就是它可以放大 背景参考图是什么 今天你要添加一个背景 比如说要添加TRS这个背景 我要选它的动作之地了 你就可以参考它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按delete 它就回来了 你什么都不要就按hull 然后最中间 再来 你看到这里 这边有那个肢体的粗细 就是 你今天看不太清楚 你的肢体在哪里 就可以把它调粗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发送内容 加图像发送的一个connect connect就是下面这边 它这边0是什么 就对应的connect Line Mode 0 比如说我要这个指使 比如说我要这个指使 调大一点 然后画布大小 调512768 这边也是调512768 512768之后 我们调这里 这里的connect 是对应上面的 这里是0 边号0 这边也要边号0 我们先按启用 启用之后呢 我们这边要选个5 模型呢 选一个open pose的模型 选一个open pose的模型 再来这边也要调 你的原本尺寸 我调768 剩下的就是默认 我们点深层看效果 那最后我们深层的结果 我们先看一下最后深层的结果 最后深层的结果是这样子 跟你的pose 其实是蛮像的喔 深层的pose 你怎样 测边的深层pose 它就给你测边的内容 再来我最后一个 我来深层的大法师好了 大法师长这样 然后关键词 我就打一个女孩穿个衣服而已 就这样 怕它的裸体不好看 然后随机总是 然后给它大法师 试试看最终的效果如何 然后启用这边 open pose 都设定好 然后768 然后最后我们看深层的效果 给它个 眼睛好了 看会不会很特别 会不会糟糕了 点深层 好了各位我们看一下 大马法师 原本open pose 给我一个这样的知识 然后深层的结果 哎呦 真的蛮可怕的 我们点续去看一下 咦咧 咦咧 坑去咯 如果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玩的话 你就可以试着玩玩看 改变它的造型 改变它的方向 改变它的内容 甚至给它福利挺身都可以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